我供花 我眼睛不好 智慧不高 我供灯 佛陀就跟我讲这个阴果 我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布置什么 药 所以给我一定要布置药 这个药草以后你自己买 胃痛买一些胃动的药草 做阴供顺便烧 妈妈心脏不好 买一些心脏的药草 然后呢 做药供 布施 而且不是给你自己 你要观想 愿全世界所有胃痛的 有形无形众生 我布置这个药 婚药是流离光 愿你们都好 那你修了一个广大的悲心 那因为这样的悲心 那你当然夜报会改变 然后你跟所有胃痛的都结缘 你跟所有心脏病不好的结缘 所以我们在台湾办药室烟供 办得比较复杂 前面大概100盆药 各种的病配各种的药 那个药包很简单 你跟重要店说 这个要吃妇女病了 这个要吃什么 他就给你一包一包 一包台币 里面马币10块15块 然后就在那边炖炖 慢慢炖 然后那个味道慢慢不死 然后就十几锅 各位以后你也拌一次好了 这样你就不容易生病 拌一次好几锅 一次五锅 用水去烧 那个热气就好 不见得要用火 用火有时候可以就用火 不能用就用水去炖中药 那个味道不错 那你就在那边念药师佛 药师经 然后就观想那些病苦者 都来得到这个药 那这样来修行 好 所以我想佛陀讲这个道理 缘起信控 互相影响 互相依赖 所以好的心态 好的行为 就会影响世界 不好的心态 不好的行为 也会破坏世界 迫害到你自己 迫害到你父母 迫害到你家庭 迫害到社会 迫害到整个法界 所以我们大家 很认真的受八万在界 佛菩萨高不高兴 令佛欢喜 我们深信因果 我们修慈悲心 佛菩萨欢喜 而且给六道众生更欢喜 所以佛教教我们修慈以悲 令六道众生快乐 令六道众生离苦 那慈悲就是供养佛 因为佛成佛的目的 就是唯一的目的 就是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那我们直接去帮助众生 虽然不是就近的 但是也种下这个众生 就近离苦的因 因为我们会帮他念佛 希望他将来往生进度 那至少他现在得救了 所以大家就不断的这样努力 好 请翻到 因为今天是 中格巴大师的生诞 我们要念一下 中格巴大师 留在这个世界最好的法 那就是138页 每一个佛菩萨留下来的 并不是他的肉体 是他的真理 那希望我们按照 他这个真理去实践 那就在供养佛菩萨 138页 菩提到次第 那大乘佛教 就是一种成佛的方法 那成佛的方法 一步一步来 就像楼梯一样 华音经叫52个街道 52个次第最后成佛 乃至呢 中格巴大师又给他分成三个次第 下世 中世 上世道 下世道叫人天福报 中世道叫身文元节 二称 然后成佛呢 叫佛称 这叫五称 所以我们今天修持戒 戒为五称 都要修的 不管你修人天福报 修二称的 修大称的 都要持戒 那中格巴大师就把 我们从凡夫 一直到成佛 怎么修 那写的这个简单的 却非常重要了 那后面还有 无助闲菩萨的佛子行 佛子就是菩萨 佛子怎么修行 那也跟我讲了一个 三十七颂的次第 从世间法到 波罗密的修行 那各位这些 最好能够熟读 熟读以后 经常思维思维 实践 不但自己能够实践 实践到有心得了 还可以讲给别人听 我讲得很清楚 今天我很爱生气 结果我看了书 告诉不要生气 那我虽然知道 我现在就跟他讲 没有力量 因为我还在生气 所以我跟人家讲了 力量就不大 人家就 你还在生气 你叫我不要生气 但是如果你本来很爱生气 你已经修到不生气了 不动如来的法门 不生气了 然后你去劝人家不要生气 你就有力量 这个叫成佛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缺点 都要把它消除掉 把这个缺点转为圆满的 我不但已经没有自私的贪心 我现在还发起圆满成佛的菩提心 我现在不但没有一个一点点的称慧心 我现在升起了这个忍辱大悲心 哇 大家就会被你的力量 就算你都不用跟他说法 你一出现就像佛像 佛像一看就有力量 所以愿大家把自己的生命 成为一种力量 帮助别人 就像各位今天 大家一起放声 一起焉供 一起手包吻再戒 请问这个力量 在你身上有没有永远存在 有 特别你又回向了 你一回向了 整个法界都有你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更大 在你身上就有这个力量 就像你是一个犯罪的人 你犯罪 这个犯罪的力量都在你身上 别人看到你都说你犯罪 会怕你 虽然你现在没杀人 但是你过去有杀人 除非你把杀人的恶业 都给他掺除掉了 别人 这个人 你给他一只小老鼠 他也不会杀 因为你没有杀一眼 你就有那个力量 就像杀人魔王 杨洁摩罗 杀了999个人 当时他看到一个妈妈 要生小孩 却没办法帮他 他很难过 各位都会知道这个故事 他去求佛头说 我过去杀了这么多人 我现在要救一个妈妈 救他肚中的小孩 我都没办法 佛头说你有那个力量 杨洁摩罗说没有啊 我哪有这个力量 佛头说杨洁摩罗 你现在会在杀身吗 他说佛头 剁成肉酱 我忏悔过了 我绝对不杀身 现在我到外面都经常被打 被杀我都忍 佛头说 所以你有那个力量 你赶快去说 杨洁摩罗 以你不杀身的功德 回向给他 他们就会母子平安 所以杨洁摩罗用冲的回去 愿我杨洁摩罗 发的愿 已经不会再杀身的功德 回向给你 不 讲完 母子 小孩子生出来 OK了 母子平安 哦原来 杀人魔王 忏悔 不再杀 就有力量了 所以各位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以前认识一个流氓 因为这样他就出家 他是个杀人的流氓 监狱的时候认识他 后来他开始学佛了 吃素 表现很好 因为他爸爸死了 他才觉悟 就吃素 然后就认识我 他就跟我讲说 师父我哪一天 如果有机会被假释了 我跟你出家 我说我跟你回想 希望你能够被假释 因为这个社会 需要你这种人 以黑拔黑 以刺拔刺 像我这个白脸的去都没用 你这个大流氓来修行 你去讲就有用 对不对 结果他后来出狱了 出狱那时候还没出家 但有一次他路边看到一个车祸 有人撞了他的冒血 那没人敢过去 如果再冒几分钟 一定死的 因为那时候救护车没来 那这位许登雄 他就过去 他就压住他心脏 我许某某 以永不杀神 以过去下山的功德 回向给你 希望你停止流血 这样给他按着 尿命托佛 他不流血了 不流血 救护车来救 那个人得救了 所以他这个信心 他后来就出家了 他永不退转 别人再怎么侮辱他 还不生气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战空法师 所以我特别给他名字叫空 全然放下 然后他帮助了很多受刑人 帮助了很多吸毒的 因为别人看到他 尊敬他又怕他 我们去他被欺负了 他成立一个大绝同心会 什么叫大绝 大家都可以成佛 只要你有心 监狱的人都可以成佛 大绝同心会 出来都是流氓 吸毒 都住在那边 那谁管得了 就他可以管 后来他往生的交给我 我不能管 我退休 没办法管 看到我们就欺负了 还管 但是他有这个威德力 他过来了 他就黑转白 他可以帮助别人 好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各位不要光毒 而是要把菩提道 这个次第 实修在你的生命里面 而且各位来 念一次 死亡之前的死亡 我们一定要趁肉体死亡之前 把我们的缺点消除掉 把我们的功德累积 这样你就没有白来了 就像他们密宗讲的 一生成佛 我要利用这一辈子 就要成就 我不能等到下辈子 我们华人有一点 可以往生就好了 其他随便 庆菜 没有那么积极 没有那么积极 但是各位发菩提心 一定要很积极 我要利用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是我最后一次 投胎做凡夫 下辈子呢 直接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然后快一点回到世界做菩萨 不然就 你这一辈子能够限制空性 趁愿再来 趁愿再来 你等于 所谓去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得到空性 跟大悲不退转的能力 那如果你能够在 这个做人 就可以得到一个 消除我值的空性 跟对所有众生平等 大悲不退转 打你骂你 你还要度他的这个能力 要阿比八字 那你可以马上放下徒刀 立立成佛了 这是你的觉醒 那你要去实践 所以我们读这个很简单 那各位一定要去实践 那是为了要实践 那我们要来 齐请佛菩萨加持 特别中国巴大师 这是他的生命的结晶 这是他的生命的干路 我们叫法干路 你没有设立子 你只要把真理来实践 那个叫法设立最高的 法设立就是四句话 念一下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做如是说 释迦牟尼佛说 你盖一个佛塔佛像 没有什么东西装杖 你只要把这四句话装杖 代表所有的装杖 因为真理的装杖 叫法的设立 比骨头设立还重要 比佛头的设立子还重要 那各位永远要记住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这里面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 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灭的 所以就像香一样 这个香一点它就要灭 香是由这些粉啊 木里面的竹子啊 火啊 所以组成的 香的本体是空性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香 也因为有空性 所以它才可以展现力量 如果执着 这个香就点不起来了 所以万法都是因缘和合 无自信的 所以我们皆有空性 因为我们也是因缘和合 照见五印皆空 根本没有一个我 所以你能够体悟这个道理 那就是你的佛性 那佛性展现出来 就是大慈大悲 为什么 因为我离苦了 愿众生都离苦 愿众生都能够体悟空性 也都能够成佛 大家一起来帮助众生 那你要得到如此 那你就要修菩提道 那你修菩提道 这个次地不是说 先前面再后面 你要到后面 永远不离开前面 但是你必须从前面一步一步 一楼三楼四楼五楼 但是你到五楼也包含一二三四 因为你没有走过一二三四 怎么到五楼了 你每天坐电梯 你会到五楼 但是你永远都一二三四圆满了 但是我很怕很多人 看到后面就放弃前面 那我就直接修后面的高级的波罗密 跟密法就好了 我就不用修前面 那错了 大错了 就像很多知识分子 很会读佛经 很会讲佛经 但是脾气都比我们糟糕 就像很凶的老师 老师都很凶的 比我们读书厉害 但是骂我们的很厉害的 那是世间知识 那佛法是实修 那你脾气那么大 你还讲菩萨道 那就面谈了 因为你没有实修 所以希望各位虽然很简单 当做实修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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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些了吗 嗯,你瞧我们的女儿,长得好漂亮 嗯,的确很漂亮 刚才圣光国王的使臣来过了 圣光国王的使臣,他怎么来呢 我们两国交战了这么多年 怎么圣光国王会突然派使臣来呢 圣光国王听说我们生了个女儿 特意派使臣来求婚的 他希望我们两国和亲和平解决两国关系 自从我们两国开战至今 双方皆损失惨重 现在既由临婚求和,正合我意呀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答应这门公事吧 既然我们女儿的诞生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那我们就给她起名叫安宁女吧 好 从此以后,两国结盟成为了好朋友 不久,范师国王的王妃又生下了一个男孩 起名叫安宁 姐姐,你追不上我 弟弟,你慢点 姐姐,你追不上我 你是谁 安宁,这位是圣光国王 圣光国王 这位应该就是安宁女了吧 嗯,没错 是她 安宁女已经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了 我这次是来迎娶她的 好,希望你能好好地爱护我的女儿 我会的 父王 父王 我姐姐到哪里去了 她驾到圣光国王那里去了 我也要去 我要跟姐姐在一起 这怎么行 你姐姐已经成家了 你去干什么 你是太子 以后要继承王位 料理国政 你是不能去的 不要,不要 我要去找姐姐 哎,圣光国王安好 小儿安宁 思解心切 让安宁来吧 我会把她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对待 就这样吧 让安宁收拾一下 明天送她到舍卫城 与她姐姐团聚 只怕要跟圣光国王添麻烦了 安宁 安宁到了圣光国王那里以后 圣光国王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对待她 教她骑马 射箭 及世间学分 然而 安宁慢慢地变得骄纵 而且目中无人 个性也变坏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做了一百多件犯法的行为 安宁女和圣光国王再三劝导 都受不到任何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派人告诉饭师国王有关安宁的重重行为 什么 安宁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一百多件犯法的事 不行 我得给她写封信 安宁 你身为王子 未来要继承王位 做人民的表率 不要再胡作非为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 胡作非为的话 我将与你脱离父子关系 希望安宁能够痛改前非 安宁 你父亲给你写了封信 哈哈哈哈 不要胡作非为 父亲他是老糊涂了吧 还说什么脱离父子关系 哼 谁稀罕他这个父亲 安宁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乐意怎么说就这么说 你管不着 哼 好 我不管你 来人 给我把他赶出王宫 圣光国王 你会后悔的 我孤子 我孤子 你不会再赶出王宫 我孤子 你不会再赶出王宫 我孤子 Mmmmm LCD Mmm Mmm 啊 这个安宁居然要杀我 我真该马上杀了他 但他毕竟是范尸国王的王子 恐怕范尸国王会不悦 若在法庭上辩论 再判处他死刑 则比较妥当 安宁 对于你用弓箭刑刺的行为 可有话要讲 你不是没事吗 你可知道 刑刺国王依照本国法律 可是死罪 这有那么严重吗 且不说此事 再说你之前所触犯的一百多条法律 是城中百姓怨声载道 你说该怎么办 呃 这个 这个嘛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不严重 我就算判处你急刑 恐怕也无法平民怨 啊 死刑 来人 把本国法律法规 拿给他看看 你根据自己的行为 看看你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我若判你死刑 你有没有意见 没有 来人 把他带下去 这世界上 这世界上还有谁能救我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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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卑的佛陀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生命 请您救救我 你们不要杀他 放了他吧 可我们若是 甚至释放前行的罪 只怕 我相命 没关系 我亲自去跟国王说 国王 请放了那个罪犯 不要杀他 世尊 他犯了水国罪了 你应处死 但如果您能射手他 而他也愿意出家 我可以释放他 我愿意 我愿意出家 好 那我就放了你 你跟随世尊出家吧 世尊 为安宁 去渡 受祭 传 他在世尊的指点下 很快地灭尽三界 轮回的烦恼 正如 阿罗 汉 世尊 是什么因缘 让安宁太子 造作步伐的事 几乎被处以急刑 又何以能在临行前 而被世尊所救 还度他出家 使他正得罗汉国 不但是今生我救护他 度他出家 获正罗汉国备 而且前生 我也曾经救过他 使他得到四禅五通 前生 是的 很久以前 印度鹿野院有位苍旗国王 当地有个恶人 做了很多非法的事 后来苍旗国王判他死刑 当正准备杀他的时候 他心生恐惧 连连呼喊救命 那时 我们可没有两个头 怎么能将他放了呢 仙人说 仙人说 由我去跟苍旗国王说吧 在我未找到苍旗国王以前 请你们暂时不要杀他 仙人找到国王帮恶人求情 国王说 如果不杀他 您得带他出家 于是仙人带恶人到森林中 传授他教言 他依教师行 最终得到四禅五通 比丘们 当时的仙人 就是现在的我 那位恶人 就是安宁太子 苍旗国王 就是圣光国王 以前他在临死前 我及时援救他 并教他修德四禅五通 现在也是在他临行前 我救了他 使他证得阿罗汉国 世尊 是什么样的姻缘 是安宁太子 今世转生在富贵王家 身相庄严 并能在佛前出家 获证阿罗汉国的 希望世尊 为我们宣说前后姻缘 这是他前世的愿力 在贤吉人寿 两万岁 加塞佛注释的时候 有一位僧众直视 一生为僧众心情做事 临终时他发愿了 我一生出家 为僧众做事 没有得到什么成就 希望我将来能在释迦佛注释的时候 让佛欢喜 出家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 获证阿罗汉国 这位直视比丘 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 因为他前世的愿力 现在已经成熟了 所以今生能在我的教法下出家 灭尽三界烦恼 成为阿罗汉 多谢世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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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